歌党穷途目录寻发展 爱国靠行动而非包装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4号星期四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李久哥 与您一同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本港新增3674宗确诊个案 包括3417宗本地确诊个案 及257宗输入个案 本地确诊个案当中 1365宗为核酸检测确诊 2052宗为快测阳性 且复合阳性个案 再来看几条简讯 特区政府表示 为舒缓旅客在深圳湾口岸 长时间等候的情况 由明日起经深圳湾离境的旅客 必须持有特别核酸检测预约证明 方可进行有关检测 预约系统已于今日凌晨临时启用 旅客预约时需输入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及深圳健康驿站预约编号 选择未来7天的检测时段 而未有预约将不获准进入口岸 进行特别核酸检测 及办理过关手续 黑豹肆虐期间 暴徒曾志健已在全湾暴动事件中袭警 独家消息透露 曾志健昨日早上8点多 涉嫌与三名暴徒 企图在西贡黄石码头做快艇潜逃台湾 目前已搜集情报的警方国安处一直暗中调查 昨日当场拘捕曾志健等人 把四人带往警署调查 据悉不准保释 今日在区域法院提堂 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贵华指 这次被捕的四人前往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 但被拒绝 有团伙人士将四人窝藏在全湾区一个攻煞中 环境十分恶劣 四人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有出门 因为担心警方追查到行踪 团伙人士不时会将四人封在纸箱中 当作货物运往新的窝藏地点 警方进行拘捕行动时 见到四人均长发披肩身体消瘦 憔悴到完全不像年轻人 运输署今日宣布 市区新界级大宇山滴市新收费将由周日起生效 红蓝绿滴市落旗收费一律加三元 手段跳表每跳加两毫 后段跳表每跳加一毫 至于三类滴市的附加车费 乘客所携带每件行李的收费会维持为六元 而运在每只动物或鸟类及每城电照预约服务的收费也维持在五元 本港疫情近日反弹 劣迹斑斑的民主党日前却宣称将在本周六举行筹款晚宴 并公然在社交平台上以各种花样推售门票 企图博取社会眼球 民主党今日改口称 因为场地附近有群组确诊情况 而需关闭清洁未能营业 所谓的宴会因而需要取消 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后迅速止暴制乱 民主党部分反中乱港的成员陆续被捕或潜逃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 社会风轻气正一片祥和 少了民主党这根脚屎棍的虎脚蛮缠 市民的耳朵根自然而然清净了许多 立法会的意识效率自然而然也提升了许多 臭名昭著的民主党本已穷途末路 近日却借回归25周年之际蹭热度 发表所谓的香港回归25周年立场书 虽表示仍然相信 一国两制是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安排 但随后又搞分化称当政府对市民缺乏信任 以法力对社会做全面管控 甚至鼓励相互监视 又要求特区政府释放所谓政治犯等 由此可见 这只不过是羞羞答答的掩饰该党过往 有破坏没建设的斑斑劣迹 自诩为符合中央期待的建设力量 多名政界人士表示 民主党过去有破坏没建设 其所谓的立场书更给人讲一套做一套之感 认为民主党一日不摒弃既有的问题 一日都不会有发展空间 公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表示 民主党要汲取过去的教训 摒弃旧有的破坏思维 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未来才会有发展空间 全国桥连副主席卢文端撰文指 如果民主党要求生 就必须坚决去除抗共反共的意识 尊重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基本制度 并彻底反省过错 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及香港繁荣稳定的事 真心诚意痛改前非 用实际行动表明改弦更张 否则无法符合爱国者条件 民主党近年顽固延续其一贯的 反共意识和行为 本质上对抗共产党领导的 国家基本制度 这种公然对抗国家限制秩序 公然挑战国家宪法的政治行为 实质上是在给自己挖一个实实在在的坟墓 若然一意孤行地选择政治自杀 民主党只能好自为之 没有反思哪里会改过自新 没有反省哪里会幡然悔悟 一两句言不由衷 甚至虚情假意的效忠拥护 就幻想会得到全港市民的理解与支持 就幻想可以把自己包装成爱国者 就企图浑水摸鱼混入建制阵营 混入管制架构 违今之际 民主党除了公开严正的修订党纲 明确尊重并拥护国家宪法 确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限制秩序 真诚拥护基本法 悉心革面痛改前非 真心实意的爱国爱港 为民牟利 假以时日用自己的真诚与行动 才有可能获得市民的谅解与支持 当然完善选举制度 已经为香港营造了五光十色的 多元特色民主空间 在香港的社会政治舞台上 少了一个民主党 香港的民主大环境会更加和谐宽松 社会大环境会更加畅顺和谐 因为全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让港人获得幸福感满足感 既然如此 对民主党抱持幻想与期待 甚至苦口婆心的劝说或寻寻善诱 是不是有点多余呢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久哥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